陈情味觉 不忘172大浴缸里的写一画 蓝旺基是绝好的画板 蓝旺基和魏无线离开了蓝启人的大雾 踏着星光走在庭院里的卵石小径上 其实的夜空 浩月当空 星云若丝 那颗金星 依旧伴在月亮的旁边 蓝旺基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又低头看了看身边的人 眼里都是恋爱 魏无线举头望明月对蓝旺基说 蓝湛 今晚的月色好美啊 你看 月亮旁边的星星是什么星 真是亮 那是金星 一直就在月亮的身边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交结 蓝旺基看着天上的星月 迎出了两句古诗 魏无线一听脱口而出 蓝湛 你就是天上那个月亮 我 就是那颗金星 我生生世世绕着你转 蓝旺基闻眼 把魏无线紧紧抱在胸前 低下头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心头正如天上的月亮 圆而满 明而亮 望线两人找了一块草地 相依相威着作者看月亮 自古吟颂的花好月圆 不过也就是如此吧 蓝湛 无论我们走过多少个轮回 这个月亮都挂在天上看着我们 你知不知道 你真的就像天上的月亮 那样美 那样高洁 想想那一世是怎么修来的 竟然让我得了你 以后还要生生世世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烦吗 不烦 是你烦不烦 你就那样的安静 我确实那样的话多 你怕不怕 你在 带我把话都说了 也对 像你脸皮这么薄的人 和我这厚脸皮的在一起 就是绝配 你负责哑正端方 我负责嬉笑怒骂 分工合作 双肩合臂 绝带双胶 魏无线滔滔不绝 把蓝忘鸡逗得抱着他 像抱着婴儿摇啊摇 先回屋里吧 有点凉了 蓝忘鸡站了起来 把魏无线拉起来 帮他拍掉身上的草屑 两人就慢慢走回他们的楼房 一进房 还未开灯 只见月光如水透过窗帘 泼洒在地上 如霜静雅 如血映照 两人不约而同地 轻轻脱下了鞋子 没有开灯 好像是怕惊动 偷偷潜入他们家的月亮一样 装作没有看见 静静地走过 两人回到卧室 魏无线就准备往床上倒 蓝忘鸡连忙把他拉过来 脏 先细细 哦 魏无线站起来转了转腰 就往浴室走去 蓝忘鸡跟在后面拿了浴巾 又拿了一个彩带进去 只见魏无线已经自己脱好了衣服 躺在浴缸里打开热水 对着水喉玩水 蓝忘鸡走到浴缸边打开了彩带 倒进了一袋干花瓣 嘿 蓝湛 这么多花啊 是 县家里都备有各式干花 随时能用 你真是聪明周到 知道鲜花不常备 就存了干花 随时取用 这样也不错 各种花瓣都有 我们洗澡的时候配一些就洗得香喷喷的了 魏无线捧起水里飘着的花瓣 就往身上搓 蓝忘鸡也脱了衣服进了浴缸 魏无线殷勤的捧起花瓣帮他搓背 不一会儿 把蓝忘鸡的后背搓得红一道白一道 还有花瓣搓出的各种颜色 魏无线看了看蓝忘鸡的背 再看看自己手里揉烂了的花瓣大笑起来 蓝湛 你是一块绝好的花瓣 我就是毕加索 我现在创造了一幅传世之作 哇 真是太有意思了 你这皮肤太白太嫩了 涂上花枝 那个晕染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哈哈 蓝忘鸡给笑愣住了 不知道如何反应 转过身来看着魏无线手舞足蹈 前腹后仰的模样 眼里星光一闪 你转过去 我也画一幅 魏无线一正收住了笑容 明白了过来说 好吧 不能只是我一个人开心 有好玩的也要让你试试 魏无线往水里捞了一大把泡湿了的花瓣 递给了蓝忘鸡 嗯 给你好好画一幅 然后就自觉地转过身体 把后背给了蓝忘鸡 蓝忘鸡捧着花瓣 就往魏无线的后背上抹 搓 涂 补一画 就在魏无线的后背模模糊糊涂出了一朵花的模样 他自己觉得很满意 不觉嘴角一扬 轻轻笑了出来 蓝湛 好玩不 你画的是什么 花 花 嗯 勺药 我看看 魏无线转过身来想看 才想起原来画是在自己的背上 他的事看不到的 就转过了头往后背看 还是没看见 蓝忘鸡说 你稍等 然后快出浴缸 走回卧室 不一会儿手里拿了手机回来跟魏无线说 你转过身去 魏无线乖乖地转过身 蓝忘鸡就给他拍了个照 叫他看 魏无线抢过蓝忘鸡手中的手机 看着手机里的图片 乐不可知 他搂住蓝忘鸡说 勺药 哈哈 这是勺药 你看看 我们俩一个是毕加索 一个是梵高 真是绝配 这两幅画要是拿去拍卖 应该能引起很大的争议 这画的是什么呢 看不懂啊 看不懂 看不懂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错 嗯 我们一定要卖个好价钱 蓝忘鸡被他揍得憋不住想浑身发抖 魏无线搂住蓝忘鸡的肩膀说 来 我们来拍个写真 然后也不管蓝忘鸡愿不愿意 就一只手比了个剪刀手 一只手按下快门 拍下了两人的湿漉漉的出欲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